不谈幸福感啊 这事儿 每个人理解不一样 其实我就看到了一个词 这个词叫欲望 现在最可怕的是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 现在的环境下 有很多婚姻 是不是被情感击败的 是被钱击败的 是被欲望击败的 如果有欲望的话 我们就去笨 可是你要权衡 值还是不值 其实你们挺幸福 年纪轻轻 孩子九个月了 等你们到四十多岁的时候 孩子就成人了 多幸福啊 挺开心的一件事儿 别为钱 把自己的婚姻给打败了 你们俩共同去反省 因为你们相爱 好吗 不要抱怨生活 剩下时间就给你们了 我们一起进入到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那个 我之前的话 一直真的有很多 做得不对的地方 然后也让你承受了 太多的压力在你的身上 其实今天在这里 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然后我以后的话 我会好好地称聚这个家 更负担起一个 作为一个丈夫 和一个爸爸的责任 我希望你能够以后 能够相信我 能够咱们过得很好 很幸福 我希望你这边 今天哭了以后 我希望你以后看到的话 都是你笑的那个笑容 不要再因为这些 生活上的琐事 在哭 或者说 在承担这么多 好 时间到了 回吧 请回吧 谢谢两位 你快去签她嘛 那花不重要嘛 重要的是她嘛 我希望你喜欢的 那个蝴蝶蓝 那站在中间说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一盆是她喜欢的 那种蝴蝶蓝 然后特地跟她找了一盆 然后我希望 以后她都不要像在 今天这样子在 因为这些事情而哭 然后每天 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 不懂浪漫的一个人 然后今天也是 当着这么多人 第一次送她花 然后我觉得的话 以后的话 我会更好地做好 自己作为一个家庭中的 一个难民的一个责任 生活里也这么用心 她不就行了吗 其实她要的 你就用点心的过日子嘛 来 尤其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直接拿戒指就好 小心一点哦 这花我给你拿着 下面大家要浪漫一下 这好看啊 好了 一会儿 我还有一份礼物送给你 这是来自伊贝诗 为我们嘉宾朋友提供的 白色恋人系列的这个面膜 好好相爱啊 爱得单纯一点 欲望降低一点 好了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请了 虽然说我们15年结了婚 然后你这边的话 也第一次像这样子啊 会想你再一次说 有你真好 好了 抱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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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的方向去改变的味道 祝他们幸福吧